现在人的价值观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 刑事局破坏了一起爱情骗子的诈骗集团 嫌犯是专门挑选大学毕业生或者是一业生来当抠克妹骗钱 其中呢有一名50多岁的被害人花了400万当冤大头 还不愿意自己不会相信自己已经遇上了爱情骗子 现在呢警方一举破获要把他们通通移送法班 我怎么要当爱情骗子 你知道良心不会不安吗 诈骗集团的成员被移送时每个人都遮遮掩掩 仔细一看其中有很多都是手拿名牌包身材较好的女大生 为了能够月入数十万下海当起抠克妹大赚黑心钱 博取被害人的信赖 让被害人意乱情迷 再邀请被害人到他的酒店里面去消费 根据了解这个诈骗集团的主贤是一对母女党 女儿专门在大陆挑选一些大学毕业生会议业生作为抠克妹 妈妈就在台湾空台 由于旗下的抠克妹大多年轻貌美 短短一年之间就获利至少上千万 甚至有一名五十多岁的被害人散尽家产 花了四百多万 人就不相信自己遇上了爱情骗子 人都已经被抓了 抠克妹的手机还是响个不停 看看桌上满满的证物 不是消费单 就是刑事例 甚至还有叫战手册 受害的民众至少上百人 现在警方大局破获 也要让这些爱情骗子无所遁形